让我们从而叛逐的上武精神 我们华夏民族是不是文弱民族 五代的上武精神是否存在 在文明和平的巅峰时代 往往国家在军事上一旦升陷 整个国家毁于一旦 连历史都被圣者重写了 比如说现在你们的孩子 是不是很喜欢去西方国家念书啊 移民去那里吗 西方人可以在历史书上 刻意不交汉汉颠崩时期 就特地灌输你们的孩子 清朝鸦片战争 讲武战争 八国联军当时的腐败 南北民族 南文北武 中庸之道 文武于道 不要让历史重蹈覆辙 你看什么经济繁荣的东南沿海城市 他们的老财族都说大家念太子圈好 他们不是什么术士家 他们是手无寸铁的文伦武生 读大学做白领轰人的 拿了退休金有钱有闲 但耗费掉了一辈子的金元 我问问你们 如果军队里面的士兵身体就像身软无眠的城市太子大叔 你说其他国家其他民族会怎样看咱们呢 军队和警队当然要念少林东书 练阳刚的拳走对吧 所以我们要文武双拳 年少时不止念书考学 也要跑步踢球 练你拳 练什么拳 就是练铁拳 我建议祖国把射击拍无人机变成国家规定的运动 你看看老外多么重视运动 每满十岁就可以玩越野摩托车 到了青少年时期 还什么跳降落伞拍飞机潜水 你看看太平洋的对岸 这不是全国皆兵吗 而且一个个都是特种一线 一线城市的人身体握不清风 一触即会 一代不如一代 如果你们很爱你们的子孙的话 夫妻俩都该念学念功断了身子 日后孩子才会壮 现在看来多数也是半个无人了 没有意思在死守着汉人就是不斗语的文明人这种概念 因此是受两个因素的影响 第一个是先天基因 第二个是家庭环境 如果你整天只是看电子 读新闻 没有运动 排阶马来的好板样 我们尽量不要让一线城市和乡下地区有差距 要全民一条鸡 而最后就是学我们的同权 他是老祖宗黄飞鸿 集中了中国南北百家所长和文会幻通的 尤其是咱们的铁线权务 套着铁丸 练几年的权务 你晓得我们的胳膊有多重多硬吗 就几个晚上好闲 我们的徒弟不到几下子 就将一个连过空手道的脖外 给敲到水垢了 敲到不干了 而且我的徒弟还比他受整十多公斤 那个美国人还说 哇 你们这样啊 你头练 违反人权啊 对我们的功夫有兴趣的朋友 请游览我们的网站 也可以在微信联络 我时不时会说说一些文化与历史的故事 这很人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